詞曲 李宗盛 也有本堂的《抗慧治牧師》 在當中正道的講道題目是 《在逆境中,不要憂慮,聖地感動版》 請郭牧師 各位新朋友、各位藝術姐妹,早安 代表教會,歡迎大家 其實今天還有一位分享的嘉賓 就是羅鳳和姑娘,她叫Janny 我會介紹她 為何我會跟她一起分享呢 她會說一下我們為何會認識 我們叫她俄姐,待會就俄姐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不知道你有甚麼感受 我知道我跟俄姐不是第一次合作去分享 很多年前都在教會一起去分享見證、講道 知道她有機會可以來分享 大家都知道我們六、七月有個聖地團 我們寧福堂有十六個人 香港有幾個、九個、加上二十五個人 我們又去了聖地 俄姐也有其中一個 我們想一下,可以透過聖地感動版 就是我們在聖地的體會 但是我們又很想說一下逆境 因為俄姐的經歷也經歷到神 在這個逆境裏面 所以就變成了這個題目 又要出宣傳 所以一早就出了一個宣傳 大家可能記得上次幾個禮拜前 我又說大衛與打哥利亞 那次其實我擺好時間準備 那幾天就不斷準備 那港道的時間 可能你記得大衛打哥利亞 大衛打那些是甚麼人 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是甚麼地方 就是現在加沙地帶 你差不多可以對學入座 當然歷史有很多改變 但是也是那個地方 那港道的時候 其實我是未知道發生的事 其實那件事就是 我講到之前那天的星期六 那所以呢 港道的時候 就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 即是準備了的就講 亦都單張說這個 準備了就講 打算輕鬆些去講逆境 不如憂慮吧 但是我也跟電影節目分享 後來發覺 咦,這麼大件事 因為在這個 即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 我想從六日戰爭 即是五十多年前 到現在 這個是最大的衝突 是有些影響我的心情 和分享的 因為大家一看到這個圖 但是這個文號 是很爭議的 是吧 有很多的背景 大家千萬不要期望 我現在可以講到多少 關於這些的觀點 真的講不到 因為很複雜的 也都有爭議性的 所以心情也變得很沉重 是否要講一點點給大家聽呢 不過我又很感恩 羅雅團契上個星期又講了一次 所以我就可以射給 帕斯坦尼 帕斯坦尼 有些甚麼可以問他們 一些觀點 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 好像我上幾年 曾經講到的一個系列 就是啟示錄的七教會 我講了十幾堂 其中大家可能記得 有些影片 其實影片是我們一位弟兄做的 很好 想跟大家去體會那個末世 現在不用講那些道 現在你看到 現在的世局是很混亂 我們當然 紀錄圖是不想有任何戰爭 但是我們都一個末世的場景裏面 是有這個的張力 面對很多的時代的挑戰 或者個人的困難 我就想在這次 都去回我們初初原本預備的 就是我們去到以色列這個地圖 體會到跟一些以色列人接觸 以及了解歷史或者地理 三方面一點點一下 歷史地理天氣 你發覺整個以色列人 他歷世歷代都是面對非常大的困難挑戰 所以就用這個角度 和大家少許清晴點水 去感受一下 以至我們也透過 Janny的見證 去體會 神是如何帶我們去面對這個逆境 所以今天雖然是福音主日 特別歡迎 亦都圍到一些 可能你是尋道者 在信仰上面 在思考中的 你可能也聽過 給大家一個參考 再去思想 但我想對我們一班信徒 都是有一個 一起去反思 如何面對逆境 但是我們很肯定 我們需要圍到這個時局 即是我們 無論是 你有什麼 對聖經的解釋也好 末世的火藥庫 一定是在中東的 而再有這些事 一路拉出去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 但是我們還是要為這件事去祈禱 為到一些受苦的 當中無辜的人去祈禱 現在那個大戰還一直在去 應該都不會短期內去完結 我們真是 作為基督徒 你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可以祈禱 可以有些幫忙的事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我相信這件事 我也想在這裡提出 大家一起為這件事 來去討告 為一些人來去討告 好嗎? 先有個討告 天賦我們體會到 這個世界 不單是幻變 還是很混亂 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雖然我們遠在澳洲 是比較平安 但是也肯定我們知道 現在的時局 在以色列、以巴衝突、俄互戰爭 或者很多地方都醞釀很多的危險 以及一些不安的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討告你 我們為到當中在戰火的一些地土 一些人民 一些弱小的兒童、婦孺 我們都特別去討告 我們相信主的 我們知道你是全地的主 無論是什麼種族的人 你都是愛他們 當然我們也知道 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世界的戰禍 很多是人禍 很多都是因為人的罪 我們相信主的 我們知道也都因為這些事情 人的罪去影響的時候 就帶來很多苦難 我們今天再一次透過以色列文 或者以色列所面對的 或者我們的個人自身經歷去思想 面對苦難和逆境的問題 求你幫助我們去明白 也都為了很多受戰禍的人 我們做一次求你紀念 也都幫助我們一群基督徒 知道怎樣去面對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應該怎樣去祈禱 而不是單單是 好像置身事外 或者是不理 就完成了 但是我們知道 因為這些事情我們都避不了 我們自外的家人、親友 我們想要不懂的一些基督徒 我們都需要為他們祈禱 所以我們求你感動我們的心 幫助孩子、幫助我姐 我們一起分享的時候 一起去體會聖經的寶貴 體會你的救恩的奇妙 你怎樣帶我們面對逆境和苦難 祈禱奉耶穌基督名字 阿妹 我想先說說也是這個地圖 大家又看到 因為我透過聖地去說一些聖經的訊息 這個以色列地 我們不仔細去看看這個以色列地是怎樣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我們說以色列是 很多時候面對很多苦難呢 其實它在這個世界的哪個位置呢 你會看到這個圖 看見以色列 有些人就說是世界的中心 為什麼呢? 歐亞非三周在旁邊 你看到從歷代裡面 以色列人就在那個地方 詳細的背景不說了 你可以從阿伯拉罕開始計算 你看到下面是埃及 大家也知道了 文明古國 亦都很強大的 你說埃及是否一個受苦的民族 肯定不是 那裡很漂亮的尼羅河水 很肥沃的土地 所以很早成為一個強國 很多的文明 然後你看到旁邊 就是現在的伊朗 伊拉克這邊 曾經被很多個很大的國家來統治 巴比倫 亞術 馬代波斯 然後這邊 現在是土耳其 奧圖曼大國 或者是羅馬帝國 我想說什麼呢? 你看到以色列在哪裡? 在中間夾著 夾著 所以 為何以色列人 或者以色列人 或者以色列的地土 它本身 你可以說 它已經是面對很多困難 那些列強打仗 一定是去到中間的 你看到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回歷史 我很難用三言兩語去說歷史 給大家聽 但是你看回 總是要爭以色列 或者打仗不關他的事 都要去撼他的 所以以色列這個地方 就是世界的這個地方 在歷史上 它就是面對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你看到聖經舊約裡面 也有很多時候提到 其他國家對以色列的看法和態度 在先知就會說他們 講解歷史 就是我們去到以色列 看了很多地方 其中這個地方 我也在Line Dance 和他們分享過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地方 是什麼地方 當然你沒有了解 就未必知道 它的譯名 就叫做 Yad Vashem Yad Vashem 這個Yad Vashem 是它的名字 如果中文 你看就叫做大屠殺紀念館 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 但是Yad Vashem 是什麼意思呢 Yad就是手 Vashem就是名字 手就可以引伸到紀念 這個意思 名字的紀念 其實這個地方 看一看的時候 原來是出於以色夏書五十六章 第五節的 經文的一個名字 那裡說 神自己說 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 在我牆內 有紀念 就是日 有名號 Shame 法就是中間N 比有兒女的更美 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 不能剪除 原來這個大屠殺紀念館 這個館的名字 是Yad Vashem 就是一個 說明字的紀念 原來每個人的名字 都是這麼重要 代表了真的有這個人 以及每一個都是這麼寶貴的 其實這個是紀念 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大家也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猶太人是面對六百萬人 來被屠殺 而在館裡 裡面不准拍照 所以有些網上圖片 但是大家看到他的建築 就是進去看 收窄了 去了一個很陰暗的感覺 接著就和大家 這個圖 他的設計 就看那個歷史 一直熟悉的 中間就不斷穿過這個中間的位置 他的設計很特別 在當中一路去看的時候 就看到那件事是由幾時開始 最初那些猶太人 當然他是說猶太人 如何是歐洲 尤其是安居樂業 也都掌管很多經濟的命脈 大家也知道現在也是猶太人 但是那些家庭是如何 慢慢地受到納稅的影響 一步一步被屠殺 是非常恐怖的 我又不想弄一些善情的圖片給大家看 但是你會看到 他的建築物 代表在那個苦難裡 其實很多人去看的時候都會流眼淚 你將心比己 我們不要說什麼人 有些人如果是我們這樣 是家人被屠殺 我想大家都受不了 但是他在這個館裡面 設計就是一路看到 你看到一線光 在苦難裡面是有盼望 那個館最盡頭 最後就有一個這樣的館 就是有很多人的樣子 其實他們是一直在做這個工作 一直找回那六百多萬人 有多少人有名有聲 他的故事是怎樣 他一直在做這個工作 現在找到的是四包八十多萬人 有名有聲 我不想說很長 但是從這裡看 從剛才說的很簡單的歷史來看 你會看到以色列人 是不斷地來面對 不是說我有什麼個人的問題 而是他整個國家 是不斷地去面對這些苦難的 另一個角度 我要選幾件事給大家體會 這裏在聖經那裡說 就叫做 從旦到別士巴 旦就是當時聖經最遠的城 就是最北的城 有機會再給大家看 到別士巴 就是最南的城 那這裏是什麽呢 大家應該猜到 就是南地的別士巴 那我想給大家看 就是我想問澳洲乾不乾 這幾天睡覺都很痛 喝水乾 以色列更不乾 澳洲曬不曬 以色列更曬 是的 其實我們去看以色列的時候 這裡其實你也看到有幾個雲 大部分時間是沒有雲 完全沒有雲 但是那天也是很曬 所以我記得這個別士巴的古城 導遊很多時候 或者那些講解 告訴他 以色列人 本身他面對這個以色列地 當然我們聽聖經說 流奶與蜜之地 流奶與蜜就是 可以說蜜蜂那些蜜 花蜜 亦可以說祖蜜 那些祖樹 爺祖樹 兩種 流奶與蜜 就是羊奶 好像很happy 但是其實 我不可以說謊 但是 實在那個地 是很困難生活的 所以那些導遊 我不可以講到很多例子 就是說 其實以色列人生活 在那個地方 是要不斷憑信心的 因為本身的地土 又不是好的地土 很多地方都一般 當然有它的好的地方 但是你說乾曬 沒有水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自古以來已經是這樣 你看到這張照片 就已經是曬到一隻東西 我們去很多地方就是曬曬曬曬曬曬 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些淵源的 不知道大家看過這個 這個蒙世之石井 這個講法沒有 如果你讀聖經 又是跟菲利士人有些關係的 菲利士人當時的一個領袖 叫阿比米勒 誰跟他立約 就是以色列人始祖 阿巴拉罕 就在這個別士巴 現在要看這個城 就是所羅門王時代 來做的這個城 這個城外面有個井 它特意站在那裡 就是蒙世之井 其實這個就是阿巴拉罕和阿比米勒 立約的一個地方 結盟的一個地方 為什麽在一個井上 因為大家有爭井 為什麽爭井 為什麽爭井 沒有水 所以你看到一個井 原來背後有一個故事 這個水源在南地 或者我也沒有拿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有些地方是非常乾旱的 真是萬里無雲 以色列人就是要面對這些處境 但是 我認識了 一直以來他們都會解決問題 這個所羅門建的這個地方 因為那些別士巴 差不多是阿巴拉罕時代 是非常早的一個聖經的城市 很古老很古老 一直這樣建,拆 這個遺跡也是近年發掘出來的遺跡 我看幾年前網上的照片 這個位置你猜是什麽呢 那時候那些照片 只是掘到少少樓梯 看不到這裏 其實現在是掘出來的 掘出來的就是 原來這個是一個儲水和供水的設施 裡面很大 這裏只是其中一個窗 非常之大的下面 他們就是所羅門 就是在這個別士巴 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以色列人只是解決水的問題 已經用了很多的工夫 如果還未說 大希律 他在該薩尼亞的海邊 他是製造一條很大的混水的設施 來去混水到海邊 他很厲害 用這些很多的智慧去解決水的問題 這一個在另一個地方 就是海邊 就是台灣猶夫旁邊的約帕城 即是比特建議像的位置 這一棵據聞應該是雅法 即是雅法樹 即是橙樹 它在雅法地方就是約帕的地方 你看到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這張照片是我們拍的 你看到有一個影子 是吊在懸空的 有些人在自拍的照片 不讓大家看 但是你看到懸空的 這棵樹是真樹 它想表達什麼呢 其實就是現代 它要解決水的問題 大家可能聽過了 我想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你勉強看到一條黑色的管 它就是要給大家看 一個叫做滴罐 或者用滴罐 滴罐的技術 幾十年前 以色列人發明的 因為它不夠水 大家聽過滴罐的技術嗎 它就是怎樣呢 就是將那些水 或者那些營養 透過這些這麼幼的管 就倒點去到那個根部 無論整個農場 那些一個個架 你看到那些無土種植 它怎樣是無土呢 就是用那些管 一條管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洞 倒點去給那些根部來注水 這樣的技術 這個是以色列人發明的 很高超的技術 是節省至少50-80%的水 亦有很多方法去清潔 我想讓大家看到 以色列人 他就是 連在生活上 在天氣上 都天天來跟大自然搏鬥 當然他有神的觀念 所以 這個疫境 原來以色列人體會到 也不動的 可以說 每一個的以色列人 或者每一個人 其實 入拔被以色列人 你看見 在聖經裡面 其實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 有沒有有疫境或者困難 其實聖經是講得非常之多 因為他們生活上面 地理上面 歷史上面 都是面對很大的困難 當我們去看這段聖經 我們一起去讀一讀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聖經的時候 你會發覺 原來聖經很多 是讓我們去思考 很實際面對困難的角度 甚至有一本聖經 但是其實就是很多suffering 就是很多的困難 但是聖經就有一個回應 我選了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去讀一讀 以錯下書三十章十八至二十一節 預備 一二三 耶和華必然等候 要思恩給你們 必然興起 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他的 都是有福的 百姓必在石安 在耶路撒冷居住 你不再有哭泣 主因你該求的聲音 思恩給你 他聽見你時候 就必認運你 第二十節 主虽然以艱難給你當餅 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 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 你劃向左劃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这事正路不要行在其間 我特別欺負了第二十節 大家可能聽過這節的聖經 但如果你這樣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真的不簡單 各位的弟兄姊妹 作為信徒都覺得不簡單 原來這裡說 當然這段聖經 神對以色列人說 主虽然給艱難給你當餅 以困苦給你當水 我想問 將艱難和困苦 當為餅和水 這是甚麼意思 吃的 日常吃的 日日都要吃的 其實 就是說 我們不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 這個世界是沒有苦難的 沒有困難的 不是的 但是 從聖經的角度 你只看這兩節 當然前文後理 你可以看到 是有哭泣 是有很多東西 但是 主給我們這些東西 其實是給我們去經歷 還有好像一個教師一樣 苦難就好像一個教師 當然 真正的教師就是神 當我們經歷這些苦難的時候 你或向左或向右 神是會引導我們 我們相信 我們有聖靈在我們裡面 其實我們都經歷到神 如何帶我們 去面對的 他說 這事正路要行在期間 甚麼是對的路 做對的事 其實這些苦難真的有個意思 是給我們去體會 主要帶著我們 就是要教導我們 應該怎樣做人 應該怎樣去經歷 這位真正的神 當然前面 就特別說 耶華必施恩給我們 他是有恩典的神 待會我們會再說 所以其實 從以色列人 我們體會到 以色列國家 他經常都面對苦難 整本聖經都在回應這件事的時候 都沒有做到百記 OK 我想透過這裏 和我們一起思想 你有沒有遇過疫境呢 這個我其實是得到 Kianne的同意 Kianne是我們當中的姐妹 因為在上個月 我們有一次的家長講座在Hornsby 就是幫助子女 面對抗疫力 這個說法 我得到同意 我來講 其實疫境 不一定是要面對戰爭 你要面對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簡單的 這是一個定義 疫境是什麽意思呢 疫境簡單來說 就是一些不順利的處境 包括挫折 困難和不幸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其實每個人都有 所以那次真的 學到很多事情 教子女面對抗疫力 其實是日常生活 很多不順 很多挫折 小朋友 畫顏色 畫得不好 覺得搞不定 很不開心 這也是錯誌來的 其實是逆境 事小有的 所以 我和阿羅姐去以色列 我也知道她的背景 我也會訪問她 不如你出來 她分享 我們去以色列 都會體會很多不同的事情 阿羅姐你好 阿牧師你好 挺好笑容 我們笑著來講疫境 所以我以下時間 就想交給她 因為 你在聖地裏面 也有不同的體會 是 想起你以前的遭遇 以及有些感恩的去分享 所以 我們希望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遇過一個疫境 我們很個人化 都會遇過一個疫境 阿娥姐她也曾經遇過一個疫境 我們很想把這件事 和大家一起去 透過見證 繼續思想 你最深刻的其中一件事 去哪裡玩 即是在以色列 其實有幾個地方 我也很深刻 不過 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我是做什麼 我是做水果生意的 所以我去到猶太地方的市場 就是這裡 我們稍後再說這裡 就是這裡 就是猶太人的市場 我看到這些水果 我很興奮 因為我做水果生意 已經做了二、三十年了 可能也不會相信 事實是真的 我去到看到 很開心 想回我以前做生意的經歷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背景 可能是在香港來的 或者是有些是有些不是 我從香港來的 剛剛好 兩個月 我剛剛來的兩個月 我從前在牛頭角夏村做水果生意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牛頭角夏村 是在現在地鐵站九龍灣那裡 或者可能真的不認識 我講一個地方 你們應該知道 就是淘大花園 哇 真好 這些反應我非常開心 有共鳴 講到一樣 更加知道 我就在淘大花園 和德福花園中間的牛頭角夏村 不過我現在拆了一些很漂亮的屋村 這間就是我從前的店 那時候是很開心的 因為沒有電子貨幣 是日日收現金 看著銀紙 是不是很開心呢 真的 大家都在笑 不但我很喜歡扮靈 很喜歡賣靈沙 看到漂亮的東西我就買 有時看到一件衣服或者一條褲 很喜歡那個款 買很多顏色 我呢 又很喜歡去吃好東西 我有一班朋友 都比較喜歡吃好東西 一起去吃 不只 我們吃喜歡就喊 喜歡就喊 吃不完 任由它 放下 這樣 其實是極之浪費 但我朋友又喜歡這樣 不只這些的嗜好 我還很喜歡打麻將 這是未信主之前的事情 要解釋清楚 那怎樣打法 做生意的 還可以打麻將 那我呢 晚上就是打麻將 比如我老公喜歡打 但是那些伙計要休息 沒得打 那就不打晚上 打什麼時候 人頭當然沒得打 通宵麻將 嘩 嘩 是啊 但不知為什麼當時我這麼好精力 但是呢 吃得咸魚抵得好 打完通宵麻將之後 就繼續開工 我打麻將 很有張法 都打得很厲害 很多人喜歡跟我打麻將 是不是打得很厲害 很有張法 你喜歡嗎 當然不是啦 當然不會喜歡有張法的人 因為我打都輸 哈哈 我打都輸的 那我說不打 我老公說不要不打啦 不打你沒有機會贏啊 這樣啊 他支持我 是不是很愛我呢 但是我聽人來說 骨倒是贏錢啊 是這樣的嘛 是不是 好了 那我老公 剛才你看看 很支持我打麻將 他很喜歡送花給我 他知道我很喜歡花 那很多時候 不是我生日 或者不是結婚周年紀念 他都會送花 那我當然是放在店裡 時間那麼長 難道放在家裡嗎 放在店裡 那有些客人 或者有些親朋戚友 走過呢 他就會說 咦?你老公做錯事嗎? 有送花給你的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很開心 我當時好像萬千寵愛在一生 很開心 但是好景不削 我老公在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 癌症犯犯 我心想 九年前 你也病過了 也有個癌症 醫學這麼窗明 九年後一定是醫治 但是 事已緣為 真的無法癌症 他臨毅那十幾天之前 跟我說 老婆你過來 我什麼事? 我信了主耶穌 蛤? 你信了主耶穌? 沒有理由 我的心說 不敢在他面前說 為什麼? 因為他全家都是拜神 是很虔誠去拜神 即是一瓶東西那隻 很虔誠 他們病是會看醫生 看完醫生 吃一次或者兩次的藥 然後 原來打電話都可以 打電話去扶機 問扶水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有些知道 或者有些年輕的 未必知道 他好像說 不知怎樣 搖著搖著 寫了一道符 燒了 放在一個小瓶 這樣可以帶回來 我老公 我看見我老公 喝了那些符水 喝完那些藥 就放下 不吃了 我健康了 我康復了 他們就這樣 他們有時候 在儒蘭節 就會做一些祭品 買很多很多東西 他是儒蘭節 裡面 十五個理事長 其中一個 是德高望重的 一個這麼虔誠拜神的人 為什麼會相信耶穌? 我真的不相信 但是事實 又不到我不相信 因為我見住在病床裡面 在祈禱 我還聽到很大聲說 阿門 我不會不相信 在病 臨危的時候 我回家 我思想我的信仰 其實 我很小時候 我已經認識了他 但是當我長大了 這個花花世界 我只顧著我自己享樂 吃、喝、玩樂 尋求自己的興趣 我沒有真正去相信 神要為獨一的真神 那天 我跪在地上跟神說 我願意悔改認罪 我願意相信你 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的舊主 之後 我先生真的離開了我 他離開了我之後 我發現 原來我欠下巨債 當時 06年 200萬 200萬 我不知道要做多久 我才可以賺到這塊錢 我又沒有了一個人 我又欠人這麼多錢 我一個小女人 我怎麼辦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好害怕 我好彷徨 我好困苦 我有兒子有女兒 我要做這盤生意 我如果是手停 我就口停 我不知道怎麼辦 原來銀行寄信 我層樓 五六個月沒有工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理會這些 我只顧著店鋪做生意 我先生是對外 我好害怕 一做完這生意 我馬上入銀行 一做完就馬上入銀行 我好憤慌 我工凸了 我工凸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 當時我覺得天都倒下來了 好像倒下了在它的橋下 然後 當我老師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樣樣都風風蛛風很豐足 但現在我什麼都沒有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些困難 一塊一塊一塊放在我和前面 我很害怕 我每天以眼淚洗臉 我落到店铺 对人欢笑 背人受 我下班12点 我回家 很近的 我店铺来我家很近 我走回家 我垂下头 又是长头发 我在酝酿着 在那里哭 但是 有个街坊 看到我 去叫 小婆下班了 我摩托头看着她 我的眼泪流出来 很丑怪 那时候我才知道 我哭都没缺 我很可怜 当我回到家 立刻进洗澡房 开着花灑洗澡 其实我是想哭 但是我哭声 不能大过花灑 因为我的子女 在家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们也很难过的 好 我洗澡 我拿一块面膜 隔在面上 不要让我的家人 看到我眼睛都红了 接着我开电视 那时候有创世电视 我看到一点 我回到那间房 我回到那间房 那间房四面都是墙 很冰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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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 拿着拳头 撕下身 躲着膝 躲在地上 哭 喝入 不准哭出石 同时 不可以让人知道 喝入 哭 哭饱了 眼泪都干了 坐起来 坐在椅子上 打开圣经 不停看 不停看 我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 太阳的光 射入来 我才知道 天亮了 不行了 我要睡觉 如果不睡觉 我好像一天没有过过 我不是失眠 我不是不肯睡觉 不是失眠 只不过我真的是眼睛绿绿 我不会累 之后我立即睡在床 不用几秒 我已经睡着了 那几钟头 我又起床了 老道又想着圣经 想着耶稣 我再一次坐下 在那儿看一半圣经 思考神的话语 我觉得圣经很有安慰 好像神跟我聊天 我就是这样 日子就是这样过 我每天只会做三件事 一 我懂得做生意 二 我每天都要哭 三 我每天都要看圣经 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安慰 我不开心 它能够解决 它能够解决我的痛苦 我的忧虑 我的困惑 我的困惑 他就会说 我有抑郁症 你赐给我生意 亢通 我又没有病 我为什么会有抑郁症 我这样回答他 他跟着跟我说 医好了 我跟着我的眼泪又流出来 我跪在地下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相信你 我不应该怀疑你 原来我有心灵抑郁 我都不知道 神在我阴暗的时候 无助的时候 你带到我去光明的处境 你医治了我 由那时候开始 在我相信了主耶稣06年 我开始争取我要回教会 因为我想起我老公的时候 我就想起神 我想起神 我就想起教会 因为我每一次 回到教会 有弟兄姊妹的关心 的关怀 问候 还有 神的爱 因为神的家 我每一次离开教会 我就是带着 开心快乐的心情离开 我知道这些开心快乐的心情 是神给我的 当他告诉我 医好了我抑郁症 奇妙一事又发生了 我如是这般 洗澡 想搭一块MAS 找不到一块MAS 我的眼睛睁不大 我打开了 到浴室门 摸黑 知道路径 哪个房间是我自己 哪一张床 我要睡觉了 我再不可以看圣经了 我也没有哭 是这样 睡在床 几秒钟 睡着了 我都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 电话就响了 接着 原来我的伙计打电话给我 他叫我做Madam Madam,Madam 很晚了 十二点了 你还不上来 还不下来 做生意 爆了棚 这样说 你知不知道我怎么回应他 你们会怎么回应他 我竟然这样回答他 十二点了 我不知道 耶稣叫我睡觉 我这样回答他 真是耶稣叫我睡觉 原来我在一年的里面 没有睡到觉 晚上只会看圣经 足足整年 后来 原来耶稣用这些方法 医好了我心灵上的抑郁 他由晚上十二点钟 要我睡到下午十二点钟 足足睡了十个月 是不是很奇妙 神真的很爱我 在我无助的时候 我失去自爱、自亲 欠二百万的债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不抑郁 我是不是很奇 但是耶稣救了我 他拯救了我 我二百万的债 还清了 他的恩典真的救我用 耶稣很爱我 我以前不好的习惯 连花钱 浪费金钱 食物 打麻雀 我全部都没有了 我戒清了 你看以前 我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 是我 那张照片 是我做生意的地方 照片中照片 但我完全不是 你看到我 我没有化妆 我只塗潤信 很简薄 因为耶稣爱我 他令我生命再不一样 我结束了这些生意之后 其实我信耶稣的时候 有些人问我 你老公信了耶稣 死了 你还信他 我跟人说 我以前小时候 我信耶稣 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 我和耶稣祈祷 可能我先生的生命不再一样 现在只不过去 在上面移民了先 我第一天家可以见他 之下我结出了我的生意 我进了短孙中心 做学员 两年密集式的学习 如何和人传福音 那时候认识一下康牧师 他是我老师 一二年已经认识他了 在那儿学了很多报道的技巧 都是康牧师教我 所以我的经历 我很想和人分享 我见到亲戚朋友 我就有技巧和他们聊天 知道如何入福音的进路 我出到街 我可以做外展报道 我真的和很多人缺制 我带很多人回教会 因为生命改变生命 因为我得到这份救恩 我希望很多人 未得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希望每一个得到 去懂得去珍惜 懂得去珍惜 懂得去服侍神 服侍教会 去出来传福音 我好有幸 心里面 想着耶稣 那种大爱 那种牺牺牲 后来我再看到 有人抬着十字架 有一堆人 一路走 有些是 不知那些教会 有些就安排唱诗歌 有些或者是读经文 而这个十字架 是一些信徒 轮流去背着的 背负 去感受 当日耶稣 如何背着十字架 走这条苦路 耶稣要走这条苦路 不像他们那样 还有少少 就是罗马兵兵 握着条鞭 不停鞭打他 圣经形容去 是很痛苦 没有穿衣 被人家鞭傷 那条鞭 是有刺的 拉下去 满身都是鲜血 疲开欲裂 我当时见到这些情景 我代入了去 我想起耶稣 在那里抬着 我身边很难过 我由心 我一直哭 哭得出来 我见到耶稣 我想起自己 我的苦难 算不得什么 耶稣为了我们的不好 担当阻气十字架 我感谢主 在我有生之年 能够去到以色列 看到这一幕 带进我去圣经里面 人读经 经读人 我真是去到现实的世界 把我自己 把我自己 带进去 感受到耶稣那份爱 我受了装备之后 我就去医院 露虎呼音 这一份 这是我的伴侣 我在短孙中心 受训时 去了灵实医院 这个人 我去六楼 这个人 六楼是一个 最没有反应的陈 他这个不是医院 是院舍 是人们给钱 去入住的 这个人是没有了一遍的投入 去信了耶稣 我用眼神去关心他 另外就是一幅 这个我们的旧楼报导 就是去探他老婆 他老婆 就当时告诉我们 他老公在医院 正在鞋 他们住六楼 劏房 但是不可以再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进了老人社 院社 这个先生信得很好 姓郭的 郭先生郭太太 信得很好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去和别人分享 我希望今天 将我的生命见证 分享给大家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来 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希望各位有丰盛的人生 我们将荣耀归于神 多谢大家 多谢阿罗姐的分享 不好意思 我们夹得未必很好的时间 还有少少东西去分享 但是阿罗姐 刚才我们在圣地里面 在《苦路十四站》 刚才他提到 就是耶稣基督所走的那段路 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去写明 我不太详细地说 但是你会看到 在《比特前书》 那里有提到 我们一群基督徒 那里说 《比特前书》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那里说 《里门蒙照》就是我们 《梦神》的《枯照》 原事为此 是什么呢? 《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 使我们得到医治 我们是迷路的羊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来受死、受罚 祂为我们来真的受苦 去面对 以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以知何者我 各位在座当中的基督徒 能够得到这份拯救 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 这就是以色列人 我们来说 他面对这么多的苦难 耶稣是一个以色列人 所以耶稣不是 祂是一位神 祂来到这个世界 祂不是置身事外 祂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最重要的 预备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让以色列人 让我们所有人 都能够可以靠着耶稣来得救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 这里继续讲下去 多一点的两分钟 我曾经在19年前去过以色列 下面就是今次的 这里就是上一次的 当中的分别 就是看到在加利利海里 耶稣去讲百福 耶稣生活 传道的地方 当然要放在我里面 给大家看看 就是我们一团人 去体会 发现有些不同 就是不同的季节去 我们上次去 是完全没有任何小鸟 但是我19年前去 就有很多小鸟 那些海鸥都是一些候鸟 那我就想跟大家去说一件事 就是 其实原来以色列是一个候鸟的中心 全世界有五百亿只候鸟飞来飞去 但是以色列有五亿只候鸟 是不断经过以色列 在那儿凄身 所以以色列有很多候鸟 那我想说什么呢 我就再体会到这节经文了 我真的想跟大家 读第26节 和第34节 如果你看到 我们一起去读 这里第26节 黄色这里 预备起 你们看那天上的非了 也不中也不收 也不积谷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非了贵重得多吗 第34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被提醒 耶稣第一 他说这些经文 不是一个 你不要忧虑 不是一些很普通的一种圈面 他自己都是以色列人 他都是面对苦难 他都会进入这个苦难里面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一些候鸟 那么多的候鸟 为什么他们可以 不中不收都可以 天父养活 其实我们现在当然知道 神就有个chips 放在那些候鸟里面 他自己可以很奇妙地 周围飞 我不说候鸟那些科学的东西 等于我们比非了贵重得多 其实神 我们每一个都是去创造的 神就放了一些东西 在我们里面 我们应该跟着神的创造 回到他那里生活的 不是代表我们没有难处 但是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但是起点 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 回到他那里 以至我们能够不要忧虑 我们认识到这位创造主 我们认识到这位拯救的主 这个经历在我们所有基督徒 和者 我自己 我们也经历过 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的主呢 我们有一个祈祷 我鼓励各位 各位 所有基督徒 你向神祷告 无论你是否在苦难里面 我们再一次要来到他 回去神那里 说 神啊 我依靠你 我不需要忧虑 因为主已为我预备 所有基督徒 鼓励你向神祈祷 各位 可能你是第一次回来 或者你是寻导者 我邀请你 去相信耶稣 耶稣救恩已为你预备 祂明白我们所有的难处 亦都愿意赐给我们一个 永恒的救恩 只要我们相信祂 我鼓励你心里面和耶稣说 神啊 我相信你 耶稣说 我相信你 求祢让我面对这些困难 神苦楚 让我不要忧虑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明志 阿们 将时间交给回应 祝福 祝福 祝福